太常台聲應變 無停保命 護身智慧 明正心神安寧 山魂永久拍無喪傾 急急如律令 蕭芙蓮就除了可以辟邪驅鬼 原來還可以靠他投資發達 對就好了 投資靠發力,急急如律令 誰這麼有發力? 是他,現代大道士徐道長 他除了是道長 還是內地一個集團的始創人 亦曾經做過旗下 一間上市公司的主席 集團業務遍佈中港 投資者多達50萬 包括來自香港的Amy 這間公司實力很雄厚 在香港有很多間上市公司 而且有很多工廠、實業 他和兩位來自內地的投資者 Cindy和Betty 加起來就投資了240萬 進入這個集團旗下的公司 不過投資甚麼? 據說是要靠這位道長 靈魂出要找雙機 那個主席他到哪裡的時候 他坐在那裡打蠶、打坐 打坐就像一個夢遊一樣 好像那個靈魂會離開身體那種 他的靈魂可以到處觀察 哪個地方有什麼下目可投才會成功 你說現代道士 自稱不斗七星 轉世主張無我利他主意 實現世界大同 有錢齊齊賺 你敢我 發展多大 賺多少錢 這個不太重要 關鍵是為中華民族的復興 繁榮與富強 他能夠做出多大貢獻 這個是我的追求 只要國家需要 我們就以奉向來的 有追隨他的投資者 甚至每天念道德經 手機、Wallpaper都轉來做他的樣子 覺得這樣 只可以獲得能量去投資 得到豐厚利潤 Amy、Betty和Cindy 最初都是透過朋友推介 認識這間公司 最初沒有留意前主席是道士 但就被他極高的利潤吸引 投資三年 每個月就會有1%的利息收 如果你是投資一年 可能就會翻倍 一年一倍這樣給你 如果你是投資三年 你就會變成三倍 投資一年有12利息 投資三年本金還會翻兩番 即是投資100萬 三年後連本帶利 就拿回400萬 甚麼這麼好賺 原來是投資下去 集團名下的原子股權 看回徐道長蓋章的原子股權協議書 的確寫明每年有88%的增值 再加上每個月有1%的利息 不僅和味 還有順心保證 其中一個董事就說 如果我們公司拖欠你們的分紅的話 你們可以站出來 我可以獎勵他100萬 當面保證公司所有的投資 保本、保息 而且還會在合同上面 八字黑字寫著保本 所以他們做到這一點 我就開始相信了 或者在徐道長法力引領下 集團聲稱會投資6億人民幣 去發展石墨器相關的附極材料 這些高科技有前景的項目 更加令他們相信公司財力洪厚 還在深圳的國際會展中心 搞了一個幾千人的 他們上市公司的敲鐘儀式 兼這個石墨器的招商會 所以令到我更加相信這間公司 2023年這次招商會 有不少名人站台 場面好大 不過都不及2018年的年會 當時還是主席的徐道長 還請到法國前總統薩爾科齊 澳洲前總理陸赫文 日本前首相溝山游幾呼道長 真是陣容鼎盛 你知不知道他本身投的是甚麼 當時投資 他就說一個是石墨器 一個是上市公司 總之你不用理會 我們將你的筆錢投到哪個地方 因為我們公司實力很雄厚 在香港有幾間上市公司 九間上市公司 總之你放心地交給我們 我們就會將它變成更多錢 到時你只負責收錢 集團旗下 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經營狀況又是怎樣的呢 這間公司上市了整十多年 近這十多年好像年年都虧本 香港還沒有例子 如果連續虧三年 就要撤銷上市地位 可惜投資者竟然不知道 就算對方要求將整筆錢 傳入第三方的個人戶口 他也沒有懷疑 他還說所有人都是這樣做 不是你一個兩個 所以最後都是按他的指示 進入了私人戶口 Amy在二、三年三月投資 一直有息收 但到了九月 公司突然傳出有財務危機 他和其他投資者 都開始收不到息 那怎麼辦 但是徐道長就偏偏在這個時候 宣佈自己即將成為 亞洲華僑銀行副行長 而似想藉此吸引 更多的投資信徒 所以我的經理又漏我 他說你一定要再投 你有多少你再投資下去 否則到2024年一月份 公司真的變成了 國際投行的時候 就是以一百萬到三百萬 為一個合同 就不是現在十萬元一個合同 所以他就叫我 你一定要把握這次機會 我就讓他又握了一筆錢 叫你加了多少錢 加了大概三十萬 在今年一月 華僑銀行發出澄清啟示 聲明發佈的消息 跟他們沒有任何關聯 一群投資者才知道錢涼過水 那究竟撲出去的錢 有沒有機會收得回呢 主席兼董事親筆簽名了一個 一號文件 就答應了會在九月十號 退錢給我們的 到了九月十號 就去公司那裡聯絡退錢 但是公司就開始不聽我們電話 不肯接見我們 公司還改名字 之後就報警 帶警察上去找他們溝通 他們也不肯溝通 不肯退錢 連集團位於深圳福田的辦公地點 也找不到相關人員處理退錢問題 一夜之間半空了 一層樓沒有了 然後我才慌 我說我是重陽 真人、幼處機 那你信不信 第一件事你要貪心 第二件事你要愚蠢 第三件事你要迷信 那你才能留到答 一能留到答 對不起,就是叫Kiss Your Money Goodbye 我們到公司 位於香港中環其中一個辦公點 竟然發現公司名字 改成了什麼命運共同體研究院 看到前台陳小姐走出來 我們馬上前詢問 陳小姐 陳小姐,你別走… 陳小姐,公司答應了合同到期退錢 陳小姐說,我的投資金怎麼辦 會不會有回應? 是,我們看到公司出了名字 但他也跟你… 公司贏了,你付錢 不要說一句… 謝謝你… 會不會有什麼回應? 因為他也說他簽了 合同說可以退錢 公司答應了,可以退錢 但陳小姐非常抗拒 不僅當我們透明 也完全沒有理會Amy退錢的要求 公司這麼有錢,你們也不退 剛才10月25日 公司買了一個上市 公司賺了四個億 為何我們這群苦主 少許的本金也不願意退? 徐先生答應了 簽了名字,要退錢給我們 陳小姐一直躲在房間 僵持了十多分鐘 他終於願意出來 不過就是出來關燈,提早下班 他每次都是這樣 是的,警察來到都是這樣 在警察面前關燈,然後躲起來 現在想連別人的本也吞了 吃人不躲起來 這就是妥妥的大片,我認為 所以非常氣氛 被公司搞到血本無歸 不少投資者都選擇輕生 有投資者的確是跳河 跳河,沒有阻礙的都有 我認識的一個朋友 吞食了600粒安眠藥自殺 幸好被家人發現一早 送到醫院搶救 撿回一條命 現在也有很多後遺症 雖然香港證監會10月公佈 已取得法庭命令 對徐道長等11人發出臨時強制令 禁止他們調走香港境外的 資產合共63億 而這位徐主席 亦因為涉嫌欺詐 1300億人民幣 在深圳被捕 但是投資者想透過法律途徑 追翻筆錢 似乎都是漫漫長路 一天警察未搜集他的證據 又或者律政司都未決定 這件案件是否可以進行刑事檢控 在現今階段我們就很難定性 是否有詐騙的情況出現 或者公司付不到錢 這件事未必說公司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進行一個訴訟 追公司要付這些錢 法庭又判你得席 你拿著法庭的判詞 你就大條道理 可以進一步向公司追這一筆數 經過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以後凡是高回報高利息的 真的不要討論 我希望有更多人知道這件事 不要再被它欺騙了 因為這間公司還在繼續營業